到底是不是这个礼拜 就要特赦陈水扁前总统了呢 现在还没有明确正确的答案 都是媒体上各种的揣测 好像还没有看到具体的做法 但陈水扁前总统都说 访问他的时候他都说不知道 不过这一次他去上广播电台 主持节目的时候 是回避了所有媒体要访问的需求 直接节目上去访问 访问当然是自己党内的立委 也准备要参选台南市长的陈庭飞 但他说预测咸鱼翻身的是谁 他说韩国瑜为什么 听听他怎么说 这个变索就是说 我们立法年的议党韩国瑜 现在他咸鱼翻身 是不是2018寒流再起 现在他得出扶算 他是国民党为他的天皇 他的群众魅力 他的善动力 现在还以立法年议党的官党 所以他现在已经开始在民进党 下一仗帮忙担心 他意思是说怕陈庭飞到时候 如果要选有没有初选被没收是一回事 谁来站台他很在乎 所以韩国瑜是陈水平现在很在乎的人 那接下来有一个人也很在乎 柯建明 连夜半夜睡不着 连续发文 发什么文呢 韩国瑜 老柯脸书2071个字 喊话韩国瑜 叫他干嘛呢 国会在兵围的边缘 民主将毁于一旦 恳切拜托要韩院长主持议事的时候 就在你一面之间 因为先前才讲说 他准备告老还乡等等的 结果在议场上 政党协商今天重头戏 包括了戴心德准总统 到立法院去国事报告的刑事 结果又有一些冲突 看看现场画面 为什么这个冲突 是因为现在是党团三长的协商 政党协商会议 中嘉宾不是啊 他坐在现场 所以基本上在党团三长的阵容里头 既然不是他想要把他请出去 但柯建民坚持不行 小心一点 谁想在里面都可以 只要他不发言是这样吗 意思规则谁说了算 柯建民感叹 国会已死 当然叹了五次 是不是就 什么时候十几次不知道 蓝营是呛说 不和谐的最大乱源就是你 而民党提案吞五连败的结果 当然柯建民才会这么感叹 一直重复的感叹 说台湾也已经民主香港化了吗 显然他是真的很焦虑 没怪半米睡不去 要一直发文 但民党要跟人民交代清楚的是什么 包括特色陈水扁的案件 党团是不是应该也要表达看法 包括去询问相关无事要办公室 也都没有得到回应 陈水扁上广播节目去主持节目 儿子陈志忠出狱了 在母亲节也发了一篇文 他说觉得妈妈身体很健康 他很担心 希望这些纷纷扰扰 让他赶快过去 希望他重点来了 有朝一日 一定要还母亲公道 吴淑貞的搜狗 礼券搜不完 然后多少人上门去 用他来 其实盛世民党内很多人认为 是他拖累了陈水扁的执政 而其中不法获利880万 搜狗礼券 估重量给了2.9亿现金 龙潭购店 还有太多太多 黄金要运出去是不是 那这些要还他公道吗 还是人民要跟他讨个公道呢 当然陈水扁前总统的 这个现在特色陈还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什么时候执行 好 那他在脸书上发文了 又是一个民音图 绿巨人 然后现在在自己的命运如何 是用命在打拼 用命在拼的概念 还用了翁立友的坚持来形容 说表示有人的时候 刚出生就很好命 那他是用命才能拼 那拼到现在台湾之子 选上了总统之后 用钱来拼吗 不知道 但的确你要面对司法诉讼的时候 就要跟人民交代 显然这些说法 都是代表着陈水扁前总统 到现在都没有认罪的意愿 他仍然认为自己是政治受难者吗 那么网友说 很多人民是用命打拼 只图三餐温饱 有人是用命打拼 到处收钱 装钱 洗钱 然后最后无罪赦免了吗 当然台南另外一个阿伯 立刻社会新闻拿出来对比一下 这是一样在台南的两个世界 有越难事 因为缴不出医药费 只好把重病的父亲接回家去 结果没有想到爸爸在家里 病情加剧 所以去世了 他居然连下葬的经费都没有 只好求助里长来帮忙 那当然这就是所谓的贫富差距 还有67倍主机数 所公布的贫富差距的数字 经济最好其他闭嘴 这个是一样是台南人 两样情的命运大不同 韦翰先来看看陈水扁 现在前总统有没有可能特色 这个礼拜应该 可能会有得到答案的吗 那他自己这些分析跟看法 你怎么看他 好 这一题是我今天当来宾 感觉有亏欠的地方 因为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到底会不会 我完全无法预测 有些事情选举要到的 我觉得谁会赢谁不会赢 我还敢讲 讲出来跟大家道歉吗 这个我真的讲不出来 那你赞不赞成 我先跟大家讲 赞不赞成是不是 赞不赞成又更难 我先把分析讲完好不好 因为太复杂了 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总统 确实可以特赦陈水扁前总统 可只能够四案 大家看的新闻 这个礼拜来 他只有四个案子 合并20年执行 从2008年上靠开始 收押最后开始执行 到2015年6年 还有14年没有执行 所以后面如果根据 宪法第四条总统职权 跟宪法第三条 他是可以免其刑 或者是直接宣告 他的罪行是失效的 宣告罪行失效 他钱都可以拿回来 因为无罪的 根本就是误判的 这是一场错误 但如果是免其刑 就是你有罪 但是你免刑 另外一个是连无罪 那当然就无刑 连钱都可以拿回来 恢复名誉 那怎么可能是后者 那台湾社会要翻过去了 所以就是有罪而无刑 这是最可能的 但是观众朋友 还有四个案子 因为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好 不宜出庭 对 那庭审 那庭审是因为 保外救一跟身体状况 你想想看 如果一旦特赦这四个案子 他就变成是无罪之身了 对不对 那个无罪之身的人 你现在手上的四个案子 你不用传他出庭吗 然后后续在那四个案子 继续开庭 然后或许有一个案 两个又被判有罪 他又关回去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这个特赦是在设几点的 如果真的是 第二个 如果在未来的 这一个礼拜之内特赦 下礼拜一就是 赖清德总统当选要上来 对不对 请求你想想看 特赦是多大的事情 结果真的特赦了 然后大家没有在管那个 什么总统救死典礼 你不用看谁有去谁没去了 大家都立刻 为什么 因为无罪之身的第一天 阿扁去哪里 第二天阿扁吃了哪一个 去救死典礼 那你参加救死典礼 怎么可能呢 我觉得 所以我 我这个基本上 我觉得说 这会不会从头到尾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不知道是谁 在传那个消息 包含上报 近周看都有写 然后希望看是不是可以 越写越明确 但是对 写得这么明确 但我却严重的怀疑 当然我有可能会错 真的有吗 会不会根本就没有 就讲那个礼拜 对 根本就没有意义 他玩我们吗 你做这个事情没有意义 就是说 这个阿扁可能也不会拍手 因为你把这四个案子 让我免罪了以后 我还有四个案子 跟着接下来要出庭 我就对了 我反而更麻烦 而且接下来那四个案子 可能判有罪以后 然后我这边四个案子 已经结束了以后 太好了 然后两年以后 或许又关进去 这个太荒谬了 而且我的意思说 政治上来讲 因为司法我没有 会用哥们懂 政治上来讲的话 这个事情会完全让赖清德 520的救治典礼完全失交 大家都去跟阿扁 他跑去哪里 因为他现在就无罪之身了 我觉得 你觉得民进党政府会希望 看这种状况吗 所以我是I doubt 我觉得真的会有吗 我很怀疑 但是你怀疑 但业总统府没有否认 这个是比较稀奇 因为正常的 如果他觉得绝对没有 绝对不可能这样干 他一定会立刻说 这个是夸张的 认知作战的报道 毁线乱证 大概这个模式这样 可是他没有 所以汉庭 有没有可能是在 就职典礼前一天 特色 然后隔天参加就职典礼 先说柯建民 柯建民 看国会已死 你看光从开议以来 到现在他已经讲过 好多次了 所以套一句电影的话 保安可以国会 这样死了又死 死了又死 死了又活 死了又死吗 那么其实有一个 官说司法的柯建民 长期待在国会 在我看来 那才真的是国会已死 而且他就讲说 所谓的香港话 不外乎就是要批评 中国大陆 但是柯建民 自己有两个儿子 都在大陆经商赚钱 所以我好奇 你的两个儿子 有没有给你孝亲费 如果没有 那就是不孝 如果有的话 柯建民 你就是靠红钱在养老 你一个靠红钱养老的人 然后现在待在国会 在我看来 依照民进党的标准 这才是国会已死 那么再来 就陈志忠说 要还给妈妈公道 那么到底 谁能够还司法公道 其实陈志忠 心里要说的是 我要公道 为什么 因为陈志忠 已经不能选了 他依照去年 就是所修的法 因为他自己有案子 所以他已经不能再重政了 其实最想要公道的 是陈志忠本人 而不是他妈 他妈的公道 早就已经讨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吴淑貞 先前曾经被起诉 国务基要费 诈领2740万的案子 怎么样的呢 在2022年5月底的时候 民进党修法会计法 把国务基要费 除罪化 所以吴淑貞 诈领国务基要费 2740万 已经没事了 就贴很多尿布 发票什么之类的 没事了 就他还需要什么公道 他已经没事了 那真正需要公道 那谁真正需要公道 就陈志忠 对不对 而且他讲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我妈还需要公道 那是啥呢 如果你们不给我妈公道 那就给你好看 比如说 吴淑貞 他手上不是还有一本 笔记本吗 那除了记载一些 所谓的政商名流之外 也记载了当初 陈水扁的这些钱流向何方 那女儿讲得很好 你们谁没拿过我家的钱 苏贞商没拿过吗 陈菊没拿过吗 谢长廷没拿过吗 陈英文呢 对 那这些记录 是不是都记载在 他妈妈的小册子里面吗 所以如果你们 谁没让我妈拿到该有的公道 说不定就会把这些东西 给丢出来 那么陈水扁 其实只要他现在 啪啪噪的一天 就是对台湾司法践踏的一天 回过头来 我们看到台南的这个个案 我认为这完全是 台南市政府的失职 为什么 因为台南市自己民政局 有一个叫平民安葬的捐款 什么意思 就理论上帮助弱势来处理后事 这在民政局是有善款专用的 即便你不是中低收入户 经济弱势也可以用 为什么没用 那善款跑去哪 这些是台南市政府重大失职 惠勇哥 我先从这个狗开始讲起 这我从来没有看到说 哪一个嫌犯被抓的时候 可以抱着狗被 就我想请问三重分局 你们是有什么毛病吗 你都不会办案就不要办了 没有人抱着狗被抓起来的 做警察是在做什么 是在做什么 然后跑去台中抓人的时候 影片都可以流出来 新北市警察局跟三重分局 你们的警纪实在是很差 下次如果我被抓 我要抱着猫 你们要帮我拍一下 这个就是对司法的伤害 所以我呼应刚刚伟翰讲的 我希望这个新闻是假的 就是说这个电子报 网路媒体写的 陈水扁要 其实因为他要被特色 已经讲了很多年了 我已经不太想谈这个题目了 可是我要补充 我还要讲为什么 他有些案子会庭审 这个我跟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说那个在高等法院 其实法官是要开庭的 但是因为陈水扁跟吴淑珍 就一直请假 然后就需要有人做鉴定 鉴定他到底能不能 来法院出庭 可是我告诉大家 没有任何一家医院 敢替陈水扁 吴淑珍做鉴定 为什么 所以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医界非常的绿 你只要一做鉴定 马上你就变成下一个徐晓星了 就一定是攻击你的 所以没有人敢替陈水扁 吴淑珍做鉴定 然后你看陈水扁 他手不会抖 他之前不是表演手会抖 你转访成立 你看他的手你害不不我 那为什么没有把他抓回去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你不晓得陈水扁这个案子 对我们司法的伤害有多么的 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 你看早上蔡总统 表演这个政勋 我想韦翰也看多很多 蔡总统你政勋是人人有讲 我看不出来你这个政勋 这个是肖美琴 这个肖准副总统 然后跟这个陈建仁 这个赖清德 大家都有勋章 好棒 你看陈建仁讲什么 他说全球经验 你做到全球经验 你票到多少 你得票率掉了17% 掉了259万票 这样叫全球经验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说 蔡总统的八年 为什么他可以安全下庄 为什么他高高兴兴的 政训给他们 赖清德 赖清德不会去追杀他 所以你看说 国民党在这个立法院 你看自由时报写说 要去提复议 但是今天又 他们民进党又稍微一点 因为复议的后果比较严重 比较麻烦 这个民进党团他们今天讲是说 如果你们要通过话 我们就视线 不管是视线或是复议 这些东西就是刚刚 我们前面看到韩院长 在主持这个朝野协商 我要提醒韩院长 上个礼拜你讲什么 上个礼拜你跟大家讲 刚好就说每个党团都派三个人 今天宗嘉宾坐在这里 你不敢把他赶出去 柯建民跟你说 他没讲话你把他赶紧 你坐 你坐 你院长你上个礼拜才讲的 然后你这个礼拜马上 宗嘉宾我就坐这 我不讲话不行 对不对 第一次朝野协商的时候 陈昭之来抗议 陈昭之是被柯建民哄了一顿 奇怪 陈昭之不能来 但是宗嘉宾可以来 立法院到底听谁 立法院是听韩国语 还是听柯建民的 韩院长加油 不要怕柯建民 你连柯建民把他赶出去好了 所以浅修上礼拜不讲说 一个人讲五分钟吗 今天柯建民都讲很长 十分钟 我都讲很久 我听得很深 好不好 这个该处理就处理 这个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不是视线就是复议 我跟你讲 浅修我的结论 傅昆其他会白忙一场 国会在以多数为 给表决的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议事规则 运用不是你说了才算 休息一下 发生后来